床也太脏了 我这天哪 好好擦一擦 怎么睡 谁啊 来了 谁 二嫂在家呢 找我啥事啊 进去说 好冷啊 二嫂 床不出呢 洗了 没干 太好了 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二嫂 我要借你家床用两天 什么 借床 二嫂 你听我说 是这么一回事 我三舅昨天给我打电话 问我在外边过得怎么样 我给他吹牛说过得很好 买了一套新房子 谁知道我三舅 先去我来潮 非要来看看我 还说要在我这儿住两天 那就让他住啊 我家的情况你还不了解吗 就我租的那个破屋子呀 那不就露馅了吗 那到时候多尴尬呀 所以你就想借我家的床 顺便再借我家的屋子 然后我给你冲面子 是不是 二嫂你太聪明了 一点就透 那我给你治个招 你赶紧找几个会装修的人 把你那破房子十多十多 这也来不及了呀 再说 随便找几个工程不得万八千啊 二嫂你行行好帮帮我 不让你背包 这五百块钱啊 你拿着行不行啊 这不是钱的事儿 二嫂啊 你看咱们都沾亲带故的 你怎么这么不敬人情啊 哎呀你去别人家问问吧 我爱莫能助 不瞒你说 我都已经问过几遍了 没有合适的 只有你这儿最合适 你这是赖上我了 看你说的 你看我平时 就没少给你家帮忙什么啥 你家下水坏了 马桶堵了 灯泡没电了 等等等等 哪一个不是我帮你修的啊 哎呀行行 看在你帮我家干过活的份上 哎呀我就借你两天 说好了只借两天啊 两天就够了 二嫂啊 太谢谢你了 那这钱 哎呀还给什么钱啊 这这钱你留着 给你三舅买东西去吧 二嫂啊 你太扯了了 二嫂啊 我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啥事儿啊 我还想 借一下你 借我啥意思 不是 我还给我三舅吹牛说 我还娶了个漂亮媳妇呢 这事儿可不行啊 我虽然离婚了 这事儿传出去影响可不好 哎呀 二嫂啊 我不白借 雷年你家这个庄田里的活儿 我全剥了怎么样 那你可想清楚了 那可是好几十亩地啊 没事儿 我最爱干活儿的 行 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不要反悔 你要是不详细的话 那咱们俩签个协议也可以啊 签个协议 那倒不至于 那你三舅来了 我 我该怎么说呀 你就说你是我的媳妇儿啊 然后你对她热情点 我让你干啥你去干啥 行 演戏嘛 谁不会 那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我我我赶紧去把这个被褥拿过来 不是 这不还没来吗 还一会儿就到了 啊那你快去吧快去吧 好嘞 真实的 这家伙怎么什么都借呀 哎呦我得赶紧收拾 太脏了